观察敌人的动向 对了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遼望台的话就是因为我们 在我们的部落里面 他一定会盖在我们部落的入口 就是要观察 大门口 对 大门口 然后就是 这里就是一定要留大概四五个 晚上也要守望 晚上也要 就是这样 那白天的话 因为很多老陆妇女在家里 如果全部男丁都到山里面去打猎 去工作的话 你不留下一些男丁的话 会被人家欺负 而且会有大型的动物 比如说熊 所以为什么要设置这个遼望台 它的功能就是防敌人 防大型的动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高度的话大概两层楼高 两层楼高 那材质是用什么 也是一样用竹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 这边左边 右边左边前后 前方后方都是有窗户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楼亭 然后这个是扶手 那如果说我们要怎么样 就是说 让我们其他的就是男人 就是男丁到山里面去打猎 去工作 让他们知道是我们部落 如果是有敌人的时候 那我们再过去我们的就是 猎人 我们就是 就是说他们 如果是敌人来了 就会用一个东西来做 就是又做一个信号 是什么 用烟做信号 烧了那个植物 那个植物是已经库存好的 干的 然后他们就下来了以后 就在旁边烧了以后 就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烟 就风会这样吹嘛 然后在山里面工作 一看到啊 那我们的部落里面 已经发生意外 马上就会下来 就是因为我们泰雅主持来讲 是一个很彪悍的 男生真的是一个 比如说男生所有的技术 这些房子都会做 不是只有打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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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会盖房子啦 所有的技术都会了以后 才可以 才能够取得文面 才可以结婚 就是有能力啦 女生的话 要会做小米酒 小米糕 然后妈妈手学的一些技术 都要去学习 所以我爸爸的话 他是有日本教育 我爸爸是大概有 大概 不一定是我们原住民 也就不管是哈岡营 哈罗朗朗 或是说各族里面 只要有80岁以上 我们都有日本教育 都有六年 我爸爸是有六年毕业 然后他说 以为日本人说 统治说 台湾说大概是1895年 那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是殖民啦 我们的生活里面 都是一定要受日本的一些教育 你一定要六年 你一定要读书 要受日本教育 而且他会教我们怎么去去牧 怎么去养鸡啦 养牛啦 他也他阻止我们去到山里面去打猎 他也是废除我们的文面 所以文面是1913年 日本就肥出我们的文化 这样子 好 我们可以看到男生 一些技术都要学习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谢谢你 谢谢你的 谢谢得 Iz